大馬路上人車稀少 但顧不久一輛一飲車行駛經過這 本來在上頭的挖土機卻硬生生掉落 現場仰起漫天飛沉 電線桿當場彎腰 察覺不對勁 駕駛趕緊把車停路邊下車查看 這才發現事情大條了 紅磚圍牆青島 電箱根本有如鍍破長流 事發就在9號上午接近七點 花蓮新城鄉順安村 北三站一間烤雞餐廳旁 當時55歲羅新駕駛開一飲車 沿著台九線由北往南開 疑似因為過彎加上沒固定好 重達20噸的挖土機從車斗滑落 在這營業七八年的餐廳 並無辜遭到波及冷凍設備損壞 當下是裡面有人是有聽到 有當下人就是聽到花無音聲 然後他是有出來就是照相 然後馬上告訴老闆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那邊會有一個冰箱 因為現在沒有冰箱 變成說我們要到後面去拉 拉那些機過來 然後我們才有辦法做作業 我覺得比較麻煩 作業距離一變比較遠 索性當時時間還找員工還沒有上班 本案大貨車駕駛 載運貨物的挖土機不穩妥 所載之物以通行證 所規定的重量不符 警方表示依法能儲最高一萬八千元罰還 局勢這回路旁電線桿監視器也都損壞 光電桿粗估就要花十萬元收復 賠償金額恐怕不止如此 TVBS新聞高中陳如漢徐雲廷花里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指示咖啡公主 並且作為了 公司制作為 提搬 對